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觉得外交光是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的桥 除了政治 更多的是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经济 文化和教育的交流 正是这个原因 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汉语了 虽然现在在大学非常忙 也没有真实的汉语课 但是我仍然坚持自己学习汉语 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通过汉语水平考试五级 你们听到吗 这是我们中文的合唱团在歌唱 每个星期六 我们来学校一起学习中文的歌词 今天是我第二次参加汉语桥 两年前 我在不过来比西参加过中学生的汉语桥 记得那次比赛 我讲了我2016年去武汉交流的故事 时间过得真快 现在想起来 在武汉大学的那一个星期 让我知今难忘 那是个秋千 天气非常好 长江大桥 黄河楼 还有武汉的小池 都让我无法忘怀 今年去武汉大学看樱花的愿望 肯定实现不了了 但是明年或者后年 我去中国交流学习一年的时候 我一定会去实现这个愿望 其实 不光是去看樱花 我也非常想再去看一看这座英雄的城市 在过去的这半年里 武汉 中国 以及全世界 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磨难 在这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 各个国家齐心协力 共同抗击病毒 真正做到了同周攻击 天下一家 中国加油 世界加油